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搭建parcel这样的一个打包环境 这节课我们来教大家如何编写一个.d.ts 这样的一个类型定义文件 在之前的开发中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引入一个类裤 发现这个类裤是用js代码写的 然后呢ts用这样的类裤就会有问题 导致我们就需要去安装这样的类型定义文件 那安装这种类型定义文件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我们就会有疑问 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写一个这样的类型定义文件 该怎么写呢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包括后面的几节课程 给大家讲解的内容就是这一块的知识点 我们从一个gQuery的例子来延展出这一系列的知识 打开上几个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page.ts的文件 然后对我的代码进行一个变更 打开page.ts 我把代码都清掉 接着我去引入一个gQuery的内裤 我到gQuery的CDN网站上了 叫做bootcdn下面的gQuery这个地址上面 找到一个线上的gQuery的CDN地址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地址 我放大一下我们一起来看 cdnbootcss.com下面的这个gQuery3.4.1的版本 我把这个地址复制出来 到我的代码里面 进入到index.html里面 在这儿我用script的标签把它加载进来 OK 现在呢我就通过这种形式 引入了一个这样的gQuery的库 接着我启动一下我的服务器 运行我们看一下package.json这边 对用的是test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可以给它改成start 它能保存 所以在这儿我们先npm start 它会在1234这个端口上 帮我们去编译page.ts 生成编译过后的代码 并把代码跑在一个这样的服务器上 所以我们直接访问这个服务器就可以了 这块关掉 我们进入到localhost的1234 我可以点开控制type 没有任何的报错 我们可以写点代码 我们在page.js里面写console.log page 保存 再回来我们刷新 page就出来了 那说明现在代码都运行的正常 好 接下来 我们的index.html里面 引入了gQuery 接下来我们page.ts去写代码的时候 理论上就可以写gQuery的代码了 所以我在这里想写dollar 括号function alert 123 然后保存一下 我写了一段gQuery的代码 回到我的页面上 大家看现在已经弹出123了 我回到这个页面 我再刷新 还是弹123 说明现在这个代码已经能正确的运行了 可是编辑器里面代码的提示是飘红的 为什么呀 它提示dollar找不到 它说你要用这个dollar 你是不是在用gQuery呀 你需要安装一个gQuery的类型定义文件 这样的话我才知道怎么用gQuery 为什么需要这个类型定义文件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ts的代码里面 使用gQuery 但是gQuery是通过js的形式进行引入的 gQuery.js里面 是没有gQuery这个酷的 各种各样的类型定义 或者类型注解的 所以你用gQuery 用dollar 它都不能够在ts里面正确的识别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去写一个类型注解文件 帮助我们打通ts和gs之间的一些鸿钩 帮助我们的这个ts文件 去理解dollar到底是什么 gQuery里面的一些方法到底是什么 那么以前我们会说 我们直接去干什么 去npm install taps gQuery 去安装别人写过的这个桥链文件 d.ts文件 那这节课我们自己来写一个 这样的d.ts文件 或者叫做类型定义文件 我们来写一个 在src部分下创建一个叫做page.sort 因为我们用gQuery 所以我们创建一个 gQuery.d.ts 这样的类型注解文件 然后我们尝试帮助page.ts文件 让TypeScript去尽量的理解 gQuery的gs文件里面对应的内容 所以在gQuery.d.ts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写一些 类型的定义 去帮助page.ts对ds文件 做一些理解 首先我们看page.ts里面 要用dollar这个gQuery的函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 就是要帮助page.ts理解dollar 这样的一个函数 怎么帮助它呢 首先我们看dollar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怎么让一个ts文件 理解一个全局变量 或者说.d.ts里面 我们怎么去解释一个全局变量呢 或者声明一个全局变量呢 我们只需要这么写就可以了 首先要用declare这个关键词 它表示声明 我声明一个变量叫做 声明变量 我们用var这个关键词 这个变量是不是叫做dollar 它的类型是一个函数 OK 那这个函数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接收的是一个函数 返回的呢 可以是一个空 那我们这块就可以写 它接收的是一个函数 叫parole 函数呢 我们就写一个普通的函数就可以了 返回值呢 它是一个void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声明了一个全局变量 叫做dollar 那parole 它是一个函数 然后返回值是空 这样的话有了这个声明文件 ts就知道了 我现在会有一个全局的函数 叫做dollar 然后它接收一个函数 但这块我们看哪里写错了 我们定义这个dollar 我们在这里直接先不传这个东西 直接写dollar看一下 可不可以保存 它是不报错的 所以这个dollar定义的没问题 dollar呢 它的类型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OK 其实这块写错了 dollar就是一个函数 首先我现在这么去写 这个函数返回一个空 我们现在看 dollar是一个函数 我们直接去这么去用 所以也没问题 但假设这句话我现在不写 它肯定会报错的 它说你dollar就用不了 因为它就不理解dollar是什么 所以在这儿 你相当于帮它 对你自己开始做了一个翻译 告诉这个ts文件 dollar现在是一个函数 它的反复是一个void 没问题 那么这个函数实际上 你要接收这样的一个函数进去 所以params 这块我写下 params 它的类型也是一个 函数 再保存 我们回过头来 有一点问题 我把这个page.ts关闭掉 重新点开page.ts 他说这就会报错了 为什么呀 他说dollar要接收一个参数 但是没接收 那我把上面这块打开 这块写了一个function 看一下它报什么错误 说 it's not acceptable to OK 原因是 我们这块的一个返回值 是一个void 所以呢 在这块 我写的这个返回值是一个对象 当然就有问题了 那我应该怎么写 应该写一个void OK 我们再来看 它就不会报错了 那么 你看 在我的page.ts里面 就可以使用 gQuery的语法了 tapscript 就能够识别一些 gQuery的语法了 那它是怎么识别呢 借助的就是 gQuery.d.ts 这个类型定义文件 那在类型定义文件里面 我们这块讲的是什么呢 如何定义一个全局的变量 那如何定义一个全局的变量 用declare这个关键词 然后变量的定义 用var这个关键词 OK 所以我这块写一下 定义 全局 变量 那大家呢 可以仔细理解一下 这块的知识点 那接着呢 我们换一个方式去写啊 除了我们定义变量之外 我们还可以定义函数 我们这块改一下 复制一份 粘贴 那当我把它注释掉之后 page.ts就会报错 它又不知道导了是什么了 那我除了可以让导了 是一个变量之外 我还可以让它直接是一个函数 那我这里写一个定义全局函数 怎么定义全局函数呢 非常简单 declare function dollar 然后 它接收一个参数返回的类型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冒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定义了一个全局的函数 函数的名字叫做dollar 那接收的参数 它也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的东西是一个void 其实它和上面写 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不过上面定义的dollar是一个全局的变量 而这块dollar是一个全局的函数 你可以理解成函数其实也是一种变量 对吧 OK没问题的 那这么去写完了之后 我们再到pcrts里面看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回到浏览器刷新123依然正确可以提示出来 接着我们继续来讲 那我们除了可以定义全局函数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全局的东西 我们借着gquare给大家一起都去讲了 我们说现在我们的index.1000秒里面 什么都没有 页面上呢 也什么都不展示 只是弹窗弹一个123 我想做点事情 我想让页面上展示hello del 那我们就这么做 在我们的pcrts里面 去写我们的gquare代码 我们写dollar body.2 hgml 这里面写个 div div 123 保存 这段代码呢 在type script的语法里面 或者说编辑器里面会爆错 但是实际上编译过后啊 我们到浏览器上去运行 确实可以把123放到我们的浏览器上 好 也就是说 这种type script的提示 在pcrts进行编译的时候 即便你编辑器错了 但是它还会尽量的帮你做编译 然后呢 代码是能够跑起来的 只不过现在编辑器里面去提错 那为什么提错呢 因为你在ts里面用gquare的时候 我现在type script并不知道gquare到底该怎么用 只知道你可以按照这种形式去使用gquare 也就是dollar里面传一个函数 dollar我传了里面的这个函数 这块代码上下是不爆错的 而中间呢 你是换了一种使用gquare的方式 你dollar里面传的不再是一个函数了 而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当然它就会觉得有问题 因为你这块你看它会提示 你只能传一个函数进去 你传这个字符串就不行 所以我需要怎么去写 我这块要再去写一个 declared function dollar OK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这个dollar还是一个函数 但这个函数接受的参数是一个stream类型对吧 所以这块你要写一个pr 然后呢它的返回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看它的返回里面是不是有个HTML这样的方法啊 它返回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包含一个HTML的方法 OK 那这块我就可以写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HTML 冒号它是一个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接受一个HTML 它的类型是一个stream类型 OK 你先这么去保存一下 你发现啊 这个dollar既可以接受一个函数 又可以接受一个stream 也就是同一个函数名字 大家看这个dollar其实被定义了两次 但是参数不同 它是允许你去对一个函数的名字 写多个这样的全局函数的声明的 这其实叫做一个函数的重载 也就是说一个函数可以有多种形式 那保存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到page.ts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不报错了 因为上面这种使用函数的方式 你在这块定义了 而下面这种使用函数的方式 你在这块定义了 所以呢 TypeScript就能很好地理解 你现在这块代码它的意思了 就不会报任何的错误 好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再刷新 控制它 它也不会报错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何在.d.ts这样的类型定义文件里面 去对全局函数进行定义 OK 那么这节课 其实我们就给大家讲了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 重温了 为什么我们要去安装 或者自己去写这种类型定义文件 它是帮助我们的ts文件 理解我们引入的这种gs文件 或者gs库里面的内容的 因为这种gs库里面 它没有TypeScript要求的这种类型的概念 所以你在ts文件里去引入这些gs库的时候 ts完全不能理解导尔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需要用这种.d.ts的类型定义文件 帮助ts去理解 自己去写这种.d.ts文件的时候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两个非常简单的知识点 就是如何定义全局的变量 以及如何定义全局的函数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讲的是全局变量和全局函数的定义 那什么叫全局变量呢 大家看 在Page.ts里面 我们用dollar 是不是这个dollar直接就在最外层使用 是一个全局类型的dollar 所以我们定义这种全局类型的变量 或者函数 是通过declare var这种形式 declare function这种形式去定义的 同时我们也讲了 定义全局函数的时候 有一个函数重载的机制 也就是同一个函数的名字 可以去定义多个这样的全局函数 那它会根据你传递的参数的不同 比如说你传这个函数进来 它就会按函数的形式去理解你的这个函数 你传这个字符串进来 它就会按字符串的形式去理解你这个函数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代码再做一个优化 这块我们可以写一个interface 叫做gquery 这样 instance 这块我随便写一个 一个gquery的instance里面 应该包含一个html方法 我把这块东西拿过来 ok 然后呢 这块其实当你掉用dollar 传一个parum string进去的时候 也就是传一个选择器 那这个时候它返回的其实应该是一个gquery instance ok 这么写看起来会更直观一些 当你传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返回的就是一个空对吧 而当你传一个选择器 这块我可以改一下这些名字 比如说就叫readyfunk 下面呢我们传的就叫一个selector 如果大家对gquery比较了解的话 应该能很清楚的理解现在 我们这块做的事情是什么 ok返回的是一个gquery instance 那对我们代码做一个优化 这节课给大家讲这么多内容呢就足够了 我们下节课继续再来给大家讲解 在d.ks这种类型电影文件里面 写更多全集相关的内容 大家加油